所以明玉 你記者那麼資深 做了那麼久 中共竟然媒體大剌剌的 丁騷 丁場 在丁那個政論節目的製作 而且要有特定的角度 一定要講 不能不講的這種做法 確實啦 今天這個在政論節目 在我們這個圈子是引發很大的討論 我先講 因為他的描述的細節 等於說非常的細 包括就是說 他連這個丁場的中國新華社駐台記者趙博 他都把名字寫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事實上爆料的人 他應該是有所本 不然他不會講得那麼細 還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是說 這件事情事實上已經起來 已經很久了 包括國台辦 他那時候來台灣的時候 接觸了好幾家的電視台 他是用什麼條件來交換呢 是用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交換 也就是說他找了A電視台 那你A電視台的這個老闆 如果你在中國有做生意的話 就給你一些favor 所以他之前的那個先決條件是 你這個企業主是在中國 有商業的利益為交換 好 那這個企業主呢 這個電視台答應你之後呢 你就在這邊開這個節目 那開這個節目為什麼要找這個 這個新華社的駐台記者來盯場 因為他要符合還要精準的來傳達 北京希望能夠達到的效果 他會開一個KPI 就是說你要精準達到他要求的效果 所以這個駐台記者不但是高度參與 他還可以指定來賓 要這個他們認可的這個來賓 來講這些題目 然後而且還要在錄影棚裡面 直接盯場的概念 那事實上這個就我瞭解就是說 他們這個節目 就有所謂的腳本 就跟我們 你看 這個是我們節目的題綱 兩張耳底 你們要講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講實在話 像勇哥的節目就是說 你只有給題目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討論 我們要討論謝伯良 我要討論什麼題綱 至於你們要講什麼 我從來不知道 我沒有問過你們 沒錯沒錯 節目前請問我 包括委員這麼多人 我哪一次有先打電話 跟你們講要講什麼 有嗎 沒有沒有 對 從來沒有吧 這就是臺灣我們言論自由的 這是言論自由 來賓可以講 你要講的 當然我們會有交鋒 你不同意我的 我不同意你的 我們會有交鋒 可是我不會叫你們 一定要講什麼 沒錯 那就我瞭解 這個節目 他是有腳本的 就要譬如說 他希望你講中國哪裡好 哪裡好 他會有一系列的腳本 希望你對他的腳本講 那如果說 你講到不是他的 沒有達到精準傳達的效果的話 他會直接停路 直接停路 然後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就講到他要 因為他不是現場live嘛 對不對 他就是直接叫你停路 你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錄這樣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大家會覺得這個非常離譜 可是我今天還要再提一件事 因為剛剛勇哥有講說說 那個記者來來臺灣有一些任務 就我瞭解說現在中國駐臺的記者 主要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 什麼中心社央視這些 一共有八位在臺灣 那其實他們在臺灣 因為他們其實 大家不會知道他們是誰 因為我們也很少跟他接觸 但是你要知道 他們這些人來臺灣 其實報導是其次 他們真正主要的任務是寫內餐 社會語情報告 就是要把臺灣的社會語情收集起來 然後報告回去中國 你知道內餐就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最經典的人物是誰嗎 最經典的人物是現在的 國臺辦的發言人陳兵華 他就是新華社記者出身 而且他創了一個紀錄 他在臺灣駐臺的期間 他走遍三百一十九個鄉鎮 這個是他非常的一個輝煌紀錄 但是你知道他們其實不是在 在介紹臺灣的風土民情 他們是要了解臺灣 你現在在幹嘛 我講一個例子就好 譬如說他知道 他走到屏東去 他走到屏東去 他知道說今年的這個世家 可能到這個臺灣的部分 滯銷或怎麼樣的 他就趕快會去寫內餐 結果你過沒幾天 你就會發現 中國會台政策 屏東的這個世家 你可以銷到這個中國去 他幫你大肆的來採購 譬如說他知道說你這個 譬如說知道你什麼宮廟 你想要去 他就趕快安排 所以這就是社會語情的 是 的報告 所以等於說他們在臺灣 可以說是另類合法的 合法的來刺探這些消息 那你根本不用講 他們當然會跟一些官員 他們想辦法想要接近一些官員 來蒐集一些情資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雙廣旗下 但是你說這個手 涉到這個政論節目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NCC今天已經具名了 所以你NCC我覺得 我就說這個細節 已經這麼的明確了 NCC如果接到這種舉報的話 應該要詳細的來偵辦 不過國民黨說NCC要聽他們的 要聽國民黨的 所以妹妹 大啦啦的介入臺灣的媒體這一些 我要說的是 這個是一套組合拳 大家要知道 你看之前我們說收買網紅的話 網紅如果叫做個體戶 那電視台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中盤商 電視台我現在中盤商 我現在進去你的攝影棚 這樣盯場 太離譜了 那國會最大的破口 今天又有人盯場 叫陳玉珍 那請問一下 那國會這個最大的破口 這個是不是總代理啊 還是大盤商啊 是這樣子嗎 是中國滲透台灣的大本營嗎 第一個破口 最大的破口 就是在國會嗎 為什麼國會現在幹什麼事情 國民黨不是要提案 提案什麼 之前已經被判定違憲 他們已經說NCC要用政黨比例代表 不死心現在要幹嘛 說要 不只是要讓中天紅媒恢復上架 還要給了執照永久有效啦 各位 這樣有恐怖嗎 你想想看這樣有恐怖嗎 萬一 這個電視台被收買了 就像這一次 居然有新華社的記者到場 盯場在攝影棚裡頭盯場這個事情 如果讓國民黨他們這些藍白河流提案 讓以後換照不只是中天死灰復燃 而且換了執照以後終身有效 你覺得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們的可怕在於說 各位你要知道喔 他做的話不只是在這個節目帶風向 因為現在大部分我們有一定年紀的 大概要看傳統媒體 他們從傳統媒體裡頭剪成很多短影片 在抖音裡頭 在YouTube裡頭到處散發 然後影響年輕人 這就是認知作戰 一個都不放過 入島入戶入腦入腦入心 各位這就是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非同小可 我認為第一個除了查出來之外 新華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換完一個記者還有來一個 那新華社你真的要讓他註點嗎 第二請問一下 這個電視台如果真的是事實的話 請問一下要不要嚴查 要不要嚴辦 他還可以再進電視台下去嗎 你居然能夠堂而皇之的 這樣子讓中國的這個人員進來 而且我請問你這個記者後面 有沒有台辦 有沒有中國的官方 大家想一想 新華社本身就是官方的 還有沒有官方 當然是官方 我是說更上層的 更上層的官方 在後面下指導期 是不是中國那邊有統一的農場 統一的中央廚房 餵材料 那今天如果說這個電視台 這個節目不延辦下去 那以後大家可不可以東施小平 然後到處剪成短影音 然後從傳統的 不管說是我們的電視台 或者是從這個個人的 這個社群網站等等的 全面的散佈 那臺灣怎麼辦呢 所以一定這件事情 一定要研辦 嚴懲 而且要嚴加處理 到底 所以冠警怎麼來看 影響臺灣的政論節目 而且據自由時報報導 是直接到攝影棚裡面指揮 這事情天大地大 可是怎麼會當民進黨 在開這個記者會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陳玉珍 你在這麼敏感的話題上面 你出現在黨團的記者會 外面聽 聽一聽之後 當被點到你的名字 你是直接衝進來鬧場 我跟你講今天畫面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他為誰鬧場 我要問這句話 為誰鬧場 表現給誰看 對 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是在講電視台 對 然後在講中國介入媒體 對 結果他跑來 表態給誰看嗎 他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 陳玉珍在黨團 我先講這個記者會的現場 是民進黨黨團的辦公室 然後在這裡開記者會 行之有年 幾十年來 立法院的一個生態就是 你看你的記者會 我看我的記者會 結果陳玉珍在民進黨開這個 有中國的力量 揭露台灣媒體的記者會的時候 他躲在門外 站在那邊 不走 我說真的 到這個地方已經夠離譜了 我們不管在議會 還是在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 如果看到有人開記者會 我們走過去 我們看到 喔 撿蘇培在開記者會 知道了 就離開了嘛 我們會 如果是不同政黨的 張維源 我們更會迴避嘛 給一個空間 就是尊重 可是陳玉珍站著不走 結果無私咬蟲幹事喔 在現場就講 我們門口啊 陳玉珍立委啊 還在這邊 丁紹 點到陳玉珍的名字 陳玉珍抓起來 往從丁紹 變成鬧場 直接衝進會場現場 直接跟民進黨的立委們對罵 說真的第一個 現場的記者全部傻眼 本來記者跑完這樣 記者會往下一場要趕 不能走 一鬧鬧多久你知道嗎 鬧了十幾分鐘 結果直接跟民進黨的記者會 的立委們針鋒相對 罵完之後 陳玉珍後來被國民黨的立委 洪孟凱跟李彥秀 從國民黨的黨團辦公室 過來到民進黨的黨辦公室 把陳玉珍架走 所以國民黨只好不能這樣搞嘛 那陳玉珍你是表演給誰看